一口一个的迷你小蛋糕 口感绵软细腻 每次我都要做满满一大盘 不开裂,不回缩 一口一个,好吃停不下来 准备两个鸡蛋,蛋清蛋黄分离 分别装入无水无油容器中 20克玉米油 加入30毫升配方奶 今天的配方奶是A2家的奶粉 它源于新西兰黄金奶源袋 含纯净A2蛋白 口感清淡不上火 宝宝爱喝 油加奶搅拌至乳化 筛入30克低筋面粉 Z自行搅拌均匀 加入蛋黄 继续搅拌均匀 细腻无颗粒 烤箱提前150度预热 烤盘中放入蛋糕纸托 蛋清加几滴柠檬汁 15克白糖分三次加入 打蛋器高速打发 打发至脾气油扫弯勾 先取三分之一蛋白与蛋黄糊混合 再全部倒回蛋白箱里 抄底翻拌均匀 装入裱花袋 剪小口 挤入模具中就分满 轻震挤下去泡 送入烤箱 上下火150度先烤20分钟 再转165度烤5分钟并行 出炉震动几下 倒入烤网上冷却 刚出锅会有点干 放入密封袋可以让蛋糕变软 两个鸡蛋一共烤了35个小蛋糕 外加两个纸杯蛋糕 刚刚好 宝宝添加腐蚀后 就要合理搭配腐蚀丰富饮 奶粉加腐蚀可以事半功倍 不仅可以给宝宝提供日常所需的维生素和银饵汁 还可以促进宝宝的成长哦